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称 中国非法拘押两名加拿大公民是不可接受的 他们应该被送还 美加两国外长和防长星期五举行会堂后 蓬佩奥对中国发出上述指责 加拿大外长弗里兰同一天 为加拿大当局拘押孟晚舟辩护 称这不是一项政治决定 而是按照法律和规则办事 此前特朗普总统表示 如果对美国有好处 他会干预孟晚舟被拘押的事情 暗示可能会作为与中国谈判的一个条件 这让加拿大政府十分尴尬 这两天加拿大反复强调 中国抓两名加拿大人不可接受 同时坚称加拿大根据美国的要求 拘捕孟晚舟是依法行事 沃泰华正在努力寻求华盛顿给予支持 并希望其他盟国也参与向中国施加压力 众所周知 中国与美加法律体系不同 美加两国根据什么来判定 中国依法审查两名加拿大人是非法的呢 司法权是中国主权最重要的内涵之一 所有外国人在中国拘留期间都需遵守中国法律 而不是将他们的国内法作维护身符在华自以妄为 这个道理美加最高级别的外交官理应熟忍于心 美加与中国如果用分属各自体制的语言进行掰扯 恐怕对话不可能处在同一个频道上 不同的体系之间最重要的原则恐怕是相互尊重 离开了这一条 其他沟通不可能是有效率的 美国毫无节制地用国内法对其他国家搞长臂管辖 加拿大积极做了美国的帮凶 现在是沃泰华需要反思的时候 而不是指责北京 世界之举不是美国加拿大法律体系 及其价值体系的无限扩大版 它必须包括各个不同体系之间的良性行接 以及他们的彼此包容 像美加这样一边美化对孟晚舟的扣押 一边高声指责中国依法审查两名加拿大人非法 这样的傲慢无理是破坏国际秩序最危险的挨扩散 我们知道 美加把法律当成对外斗争武器的能力很强 他们的舆论机器与西方媒体机构 构成了一个拥有足以颠倒黑白能力的矩阵 然而最基础的事实和公理 比西方舆论的头版和首页都更有力量 那就是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 必须有自己的法律 它的国家利益和安全诉求需要得到 本国法律体系的支持和捍卫 这个规则是任何外部力量都撼动不了的 中国的司法程序展示能力和信息发布能力 有必要不断完善 但是在既有能力水平上 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底线性行动也要毫不含糊 美加舆论鼓噪 中国居压两名加拿大人 会破坏大的营商环境 我们想说对全球商界最大的冲击 恰恰来自美加对孟晚舟的拘捕 相反在华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有风险 人们是有预期的 两名加拿大人在中国依法被抓让舆论感受到的意外 远远小于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抓让世人感受到的吃惊 加拿大不要指望美国帮她说话就能起什么作用 也不要幻想她与台湾搞出什么小动作 就能起到对华施压的效果 如果要扩大势态 中国的后手牌有很多 沃泰华应当清楚 与北京对抗不是她的好选择 她应当确立几辆不卷入中美纷争的路线 并且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智慧 请不及翻唱或讨论感 感谢观看